老婆,明天大年三十给咱父母一万的红包 他们会不会嫌少啊 一万红包是给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呢 肯定是我父母啊,你爸妈给一千就可以了 你觉得如何 凭什么你父母拿一万,我父母就给一千 毕竟我父母常年在家没有工作 你爸妈都是退休人员,每月有退休金 这样分配也很正常,更何况我父母的钱以后还不都是我们的 这一万块一年才给一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而且我是我爸妈一手拉扯大的 我现在有能力了,给他们拿点钱不也很正常吗 你也不要大惊小怪了 停,我不想听你再说了,你爸妈辛苦,我爸妈就不辛苦了吗 根本就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这是礼貌礼节还有尊重,懂吗 你平常给你父母拿钱,我都是假装看不见 但像红年过节这种大红包,必须要一样 要不然今年谁也别想好过 是 像我们身边亲戚的小孩本来就很多 你这个时候给你父母包一万,那咱们今年压力更大了 你有想过吗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有钱,今年我就给我父母包一万吧 你有什么钱,就你那点钱 年后三个孩子要读书,这不花钱吗 假如给你爸妈拿一万 那我父母就给一千年好意思过去吗 更别说我娘家这边的亲戚了 就按我说的做吧,你那边付五包一千 其他的亲戚你自己随便给,行吗 你同样都是父母,凭什么我的父母要区别对待 我刚刚已经说了,你爸妈都有退休金,不差一点钱 所以我们就是图个吉利包一千的红包 他们不会嫌多嫌少的 真搞笑,你的意思是他们有退休金 你就不用给他们拿钱了吗 你平常给两家父母拿多拿少 我都无话可说,但过年这种红包你要公平公正 因为我们既然结婚了 那两边的父母都要一样的对待 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我的爸妈能开心一点 再说了,你不告诉你的父母不就行了吗 就说包的红包是一样的 反正包再多的钱,你爸妈都是留给你弟弟的 我觉得还不如每年都给一样 而我的父母就不一样了 他们以后是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 以后会帮助我们很多 再说了,他们的钱也是我们的钱 我们初三去你家 三个孩子的红包到时候拆出来都给你娘再包红包 这样总行了吧 你有没有搞错 这样说我就不爱听了 今天我非要跟你跟你清楚 我全职带娃已经十三年了 你父母到底帮了我什么 三个孩子都是我带的 一月三餐也是我做的 一年到头你妈进过几次厨房 然而你四个姐姐 你的爸妈帮他们带孩子带的还少吗 那些是他们之间的事 就不要再说了 我也不想听 我父母就那样的性格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新年要开心一点 那行,我跟你好好聊聊 每年亲戚给的红包都是十块二十块 最多也就是爷爷包的一百元红包 你觉得孩子的红包能有多少 而你每年非要出去撑面子 爷爷给我们家小孩包十块 你非要包五十 你今年更大方了 直接给一百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我们家条件本来比其他亲戚要好一点 我们家三个孩子 总不能让人家发红包还亏本啊 我算了一下 你是四个姐姐 有个外甥 亲戚们的孩子大概三十个左右 长辈十二个 公公婆婆包两万 姐夫外甥包四千 长辈包一千二百 亲戚小孩包三千 这里是差不多三万了 你家的亲戚又亨门 我们三个孩子收到的红包 总的加起来都没有一万 更何况有些红包直接进了你妈的口袋 我们看都没看见过一眼 当然这些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三个小孩衣服 鞋子就要一千五百了 年货和过年期间 聚餐买菜的花销最少也要一万的开支 买年货 聚餐 怎么要那么多钱啊 你师傅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有多贵 结婚这么多年 厨房你进过几次 家里平时买菜 你又知道什么 平时上班那么忙 家务只能你来打理 你说说过年都要准备些什么 过年被年货 需要钱吧 而且我们家亲戚多 初一到十五 都有家庭聚会 吃喝玩乐 打麻将 你平时在外面上班就给我转火十倍 一年到头就过节回来一次 以前跟你说这些 你就总是不想听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不懂 还是逃避 跟你结婚这十二年 头两年你是跟我一起年初二为娘家的 后面十多年 年初六都是我自己带孩子为娘家的 你回来的那几天 你姐姐一家人都要过来聚餐 要么是你的同学 等你回去上班了 而我的家庭聚会远远没有结束 接着就是公共的战友聚会 单位老同事聚会 亲朋好友聚会 接着就是婆婆的亲朋聚会 所以整个新年半个月 我也就初六有时间 带孩子回娘家吃午饭 晚上又要赶回来做饭 直到正月十五后 孩子要报名上课 今年这才算过完 老婆 我知道你辛苦 你理解下 毕竟你离家近 平时可以尝回去 说真的 我早就烦透这样的生活了 是不忍心三个孩子 没人照顾而已 我真的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包容和理解你了 这些年我从来没买过化妆品 想的都是孩子们需要的东西 而这些年 你妈跟我生活在一起 我们之间多多少少 也会有矛盾 我也尽量忍让 尽量做好 不让你在中间为难 你爸妈心疼儿子 我爸妈也一样心疼我这个女 而你的妈呢 每天轮流给你几个姐姐 照顾孩子做饭 到了晚上还要回来 跟我们一起住 你知道我这些年 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每天困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重复着每天的琐事 整整十三年 在大部分人眼里 女人在家带孩子 就跟俺一样 辛苦的付出 但没有得到认可 老婆 我知道你这些年辛苦了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 包容我的父母 你先不要急着感谢 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积蓄 还有房贷 就靠你一个人收入 支撑一家七口的支出 确实压力也挺大 我也尽可能的 节省每一笔费用 但是养孩子和养老人 是不能节省的 你明白吗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但是你今天去跟我说 今年给你爸妈 包一万的红包 我爸妈才一千 你知道我听了有多难过吗 作为女儿 我对父母 没有尽到孝顺的责任 而我爸妈 还要帮我照顾孩子 倒贴我这个女儿 你做女婿的 不但不感恩 还要把照顾娘当外人 老婆 你不要这样说 你真的是想多了 那我不说了 我今年想回娘家过年 这怎么可以呢 年夜饭 平时聚会什么的 都不能少了你 年初二我陪你回娘家吃饭 这样总行了吧 好吧 希望你兑现承诺 但是红包我还是要求统一 你父母包多少 我父母也要一样 那行吧 每人给三千算了 老公孝顺父母 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给多少钱 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情况 我们挣得多就给得多 挣得少当然给得少 过完年三个孩子要上学 这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够了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了 不要再说了 你把家里收拾下 我四姐要过来住 又要过来呀 她结婚十五年 每年都在我们家过年 都已经习惯了 因为我四姐没有公婆 所以我爸妈最疼她了 而且她又没有上班 一直是个家庭主婦 大年三十这天 老公 红包我都包好了 大的这个是给咱爸妈的 每个红包三千 小的是给孩子们的 每个红包一百 老婆 你辛苦了 新年快乐 我也给你包了一个红包 我爱你 谢谢老公 我也爱你 吃完年夜饭 一家人在客厅盼着连番晚饭 阿珍一个人收拾晚饭 这个时候活不来了 阿珍 听小强说 年初二 你们要回娘家呀 对 活泼怎么了 小强就不跟你一起回去了吧 回娘家 你一个人回去就行了 还有我儿子挣钱挺辛苦的 想今年包了一万的红包 所以你回去给你父母 最多五百就够了 小孩子随便给个十块就行了 反正你嫁出去了 什么 不是说好了三千吗 他竟然给了一万 现在想让我一个人回娘家 这是什么意思 是想让我们离婚了 你觉得呢 活泼这样说到底什么意思 这样的家庭里 阿珍应该怎么办